現在呢我們就來再看一下 我想要加字 因為你的照片通常 可能你需要做個註解 那怎麼辦 是在這邊工具裡面有沒有 一個叫文字標籤 一定要自由文字以塗層 這兩個其實都可以 這兩個都可以沒有關係 那第1個是比較簡單 第1個比較簡單 好我們就用第1個 好 好他總共可以好像貼標籤一樣可以貼5個 5個 那我就先把第1個打勾囉 第1個打勾那這樣就有一個標籤 他 缺點就是說在位置的處理上是比較 不是那麼隨性啊那我 可以先打比如說這個新色花海 好 但是什麼時間拍的我想你可以自己打 可是這樣是比較累 對不對那我們 而且你拍攝的什麼 詳細的那個 幾分幾秒你也大概不知道 我們就 從哪裡 從右手邊有沒有這一支 你還記得我們說 照片裡面不是有那個嗎 在這邊有沒有拍攝日期 看你要什麼格式好 這種格式點一下 有沒有刨一個這個東西出來了 看起來像亂碼不要理他 等一下就正確的 那我就把日期加進來就好了 那預設他出現的位置在哪邊 在右下角 好 有沒有他的位置 從這邊來決定的 那我就按一下預覽給大家看一下 囉 有沒有發現好小一個字 為什麼因為這個字現在比較小 因為這張照片是比較大的 所以如果老師有需要的話 您要調整字的大小顏色從這邊 還有字形啊有沒有 看到這個大家就知道啦 這個 假設我用96我們看看 我們這裡面可能有比較多字形吧 你就看你覺得比較OK的 那我按預覽一下 有沒有不一樣 有啦 所以說你可以從這邊去調整一下 好如果這樣太多其實大概 24左右應該就夠了 然後找個比較適合的字形 那 文字的 顏色 設定好 預覽 好啊你有沒有發現這樣有什麼問題 哇 太靠近邊邊 有沒有 所以請你找這裡 編劇 嘿 這個就是他比較不人性的地方啊 不可以說我看到我就拉起來 好不好 有沒有比較進來一點 哈哈哈 這個你可以自由決定 沒有關係就是說 從這邊來做 那這個的好處在於什麼 你的數位照片的資訊我可以直接讀進來 我不用自己打 嘿我不用自己打 這是他最大的優點 嘿最大的優點 那麼如果您不要用這個 您也可以所謂用所謂的 自由文字與圖層 他已經強調自由了 當然你就可以自由的移動 可是缺點是他讀不到那ESF的資訊 嘿所以您看如果我在這邊 好我要打字 好就把它打進去囉 好 那這個字型我就先不喜歡確定 有沒有多一個 在這裡 在這裡 可不可以自由移動 對不對就跟我們一般在用那個軟體一樣 可是缺點是說 你讀不到那個數位資訊 好數位資訊那當然如果你要在這邊畫筆啦 加上這個也可以 不過通常我是比較少這樣做 我比較少這樣做 這個給老師做一個參考 做一個參考 好 那 所以針對這個主題 花樣邊框跟我們 的這個 文字標籤 老師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啦齁 用了就知道嘛 用了就知道 等一下我們 待會休息一下 再來看多圖邊框 就好像您看到我現在這一種的 有沒有多張圖合在一起 因為有的人的相機 手機有沒有 他是有拍照可是那個像素比較低 那不用又很可惜啊對不對 你就把多張就變一張嘛 不是比較方便嗎 嘿還是可以用喔所以就算 你解析度比較差一點還是可以拿來合在一起用 好那我們就先稍微休息 我先來看看 我先來看看 感谢观看